全面的消息 賴慶德副總統到了高雄去參加 他承諾選上的話要做三件事 聽聽他怎麼說 促進和平繁榮發展 這個是現在才當選才要做 現在是沒有嗎 沒有 因為網友就哭手問 民黨執政新年的當選才要做這些嗎 大家當然會有疑惑 當然如果對蔡英文總統來說 如果2024賴慶德以目前的民調數字來看 可能會寫下台灣民主政治史上的奇蹟 就是什麼 就是政黨輪替在蔡英文當了七年八年之後 還可以繼續交棒給同黨的 因為前面都會再換政黨 從陳水扁 馬英九會再換政黨 但難道這一次在民調數字底下 要由他繼續穩坐第一 成為台灣史上第一個光榮下台的總統嗎 當然網友很多討論 這個是有些帶風向的 你看看覺得哪些是帶風向的 比方說 別的不說 要比什麼呢 比登陸的颱風數量就好 有哪個總統任內颱風登陸比蔡英文還少 這樣都可以說 也不要小看四年沒有颱風的氣象武器 最近颱風又來了 最近提醒大家注意防台 現在可能兩個三個 還有五個颱風在後面等 但賴清德現在到底在民調數字上 是不是真的穩了 蔡英文這個所謂 所謂光榮下台的總統 這樣的可能性呢 甚至鄉民在幫他做洗地的時候 幫他宣傳的內容是什麼 哪些政策做得最好 吸引外資台商回流 強化對美的關係是這樣嗎 大家的來賓可以討論你們的看法 民進黨推台灣要進聯合國 又在賣夢想賣芒果乾 包括國安會民主長顧義雄講的 G7峰會去發表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多麼大的功勞 多不容易啊 他觀察了蔡英文四年 認為他留下的資產對台灣非常重要 包括吳釗燮九月要去紐約 接下來蔡總統也要再次的出訪 那麼到底有沒有可能 現在給台灣人一個夢說 民進黨會推台灣回到聯合國 真的嗎 但是在對台灣的權益的維護來講 日本排了核廢水這件事情 政府卻是默不作聲的 蔡英文總統沉默的 那當然後來是因為謝長廷 在臉上發了這個說 微量的核元素放射線 對人體可能有益 有益健康之後被圍剿啊 連民進黨很多的立委也不認同 之後協議院長陳建仁 才突然站出來說 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 嚴格把關的動作 但真的沒有去幫謝長廷這些話 做自止嗎 或者是對於不科學 不專業的言論 加以限制嗎 這可是我們的官員 所以不管是賴清德 現在說要講的三大承諾 到底對台灣來講 有沒有辦法用芒果乾 就可以把選情給炒熱了 人進哥 我覺得您剛剛特別提到 就是說賴清德的那個對話 說他當選之後還要跟崑哲 那看起來其實就在幫李崑哲拉票 那也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這個所謂的三大主軸 不就是你本來政府該做的事情嗎 有誰會懷疑講說 今天如果不是賴清德出來選 民進黨派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就不做這件事情 不會吧 我們就會懷疑打成民主反民主 對 現在問題就回到了就是說 好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什麼進聯合國的這件事情 含了多久 在最早的時候 民進黨還是什麼守護台灣 什麼228 攜手護台灣什麼的 搞一大堆 每年搞聯合國 戶台牽手 記得嗎 那個大遊戲 然後每年搞那個什麼聯合國宣達團 我覺得大家都其實都很清楚 美國對我們友不友善 我必須講這幾年 感覺上美國跟我們互動很多 但是你每次只要談到 需要美國真正拿出一個 具體的東西跟你講說我支持台灣 不是嘴巴講 是我用行動告訴你講說 台灣你就是要加入這個組織 我美國願意掛保證的時候 美國就不動了 最後我們的外交部都說什麼 遺憾 尊重 那跟國民黨面對他們那個黨員 跑去支持郭台銘說法都一樣 我遺憾且尊重 沒有 現在說黨籍除分 那是因為郭台銘宣布了 問題是 那你每年搞這些東西 就是在賣一個美夢 那我也覺得 就身為台灣人來講 我們當然也覺得就是說 如果今天可以真正彰顯主權或是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樂意 可是這個東西你每年這樣子吵 每年這樣子吵 大家都知道真正的關鍵問題 在美國願不願意實質到 那個文件上面就跟你具體提案 美國一起提案 美國就不要 哪一次美國提案 沒有 那你今天還要拿來這些講說 你看我們有多棒 我們棒不棒 這是所有台灣人一起努力的 不是你民進黨什麼吹捧 說什麼我多麼的認真 或是怎樣怎樣 把它搞出來 我覺得也不要來這一套 因為每一次其實在承受的 都是最基層的人員 就是最基層的人 你講說什麼稅收說多少 也是你好棒 不對 對不起 那也是企業 也是民眾 他自己苦幹實幹賺來的 繳稅給你國家 反而就轉過來好像就是 因為有你才有這些東西 政府其實是幫人民服務 不是政府拿人民的那個辛苦 獲得的成果拿來變成 就是說你看我超棒的 你看我超厲害的 給我們自己拍拍手 我講的那個之前 那個過去都曾經發生過 什麼衛福部還給自己拍拍手 你看我們好棒 給陳時中拍拍手 所以我今天回來看 就是說當這些東西回到了 你剛剛提到說 日本排那個核廢 原先福島的那個核災 是民進黨拿來講說 台灣不能夠有核電的 一個最大的縮嘴 如果按照今天這個 剛剛嘉瑜講說 他看到這個民進黨的這個執政 他都很認真進去 你現在就應該去反對 日本的這件事情 沒有人敢講話 民進黨沒有人敢講話 這時候叫做尊重專業 那也很奇怪 台灣也還沒發聲 安安靜靜 你就不尊重國際的標準 你就不尊重國際的專業 然後日本這件事情 我也知道 就是因為選舉 所以民進黨他必須要不講話 你講話的話 日本會生氣 日本會開始就不想跟你民進黨友好 可是你的這種雙標 或者你這種東西 你就很難說服理性的人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當時你一直在販賣 就是說台灣之所以不能夠有核事 除了你覺得他們蓋了很久或是這樣 連其他的核電廠全部都要廢掉 是因為福島核災很可怕 結果現在周邊國家開始 周邊國家抗議是只有中國大陸說 我抵制你日本 沒有 韓國也是 其他國家 連日本福島的漁民都擔心說 我的漁獲 我不會因為這樣 他們都抗議 我們現在 不好意思 我們尊重國際數據 我們尊重專業 你這種東西你就會很難說服 我反而覺得說 如果是理性的民進黨人 你應該在這件事情上 你應該跟大家站在一樣的立場 你過去的監督標準一樣 才對 我覺得可能沒有要監督 反正選舉 再來就是反正是日本 大家就不要講話就好了 默默的就會混過去了 那就不是你現在口中講的這一些 如果要這樣的話主權 難道這個東西捍衛民眾的想法 這不是也是主權的一種嗎 所以民眾的健康重不重要 這個時候好像跟日本友好比較重要 輝文哥 我看這個賴清德主席 他也是民進黨的候選人 他到了高雄 也到了屏東 去這個造勢 他也開始加溫 然後下個月賴清德還要提出 他的這個國政的政策 他話說要全力打高雄 高雄有80立委 現在通通都是民進黨的 好 我也不去唱衰 國民黨在高雄 我看可能這個賴清德這個全力打 是有可能的 所以剛剛淺秋講說 會不會這次政黨輪替失敗 我覺得有可能 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 民進黨還完全執政 國會過半 除了港湖之外 搞不好這個 那我剛剛前面跟大家提到 這個高端的部分 也非常感謝剛剛淺秋的補充 但是我是要告訴大家 賴清德也是打高端的 明年如果賴清德當選總統 高端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 我們剛剛講一大堆高端的 什麼二期三期保護力 沒有人在意 除了我們這幾個還在講 還在很在意 那就不要投賴清德 就不要投高家瑜 讓所有打高端的政治人物 通通落選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高端是怎麼欺負我們的 沒有人這樣子 我當然像國光疫苗 也是我們國產的疫苗 我們當然要扶植 我們自己的生技產業 可是我請問大家 高端的手法有光明正大嗎 我們本來就應該 你應該是國際的疫苗也買 然後我們自己的 本土的疫苗 也給他扶植才對 我們本來就可以買BNT 為什麼不買 為什麼繞了半天 變成是郭台銘去買 你在幹嘛 所以我才說 所有這些打高端的 當初的這些啦啦隊 包括陳建仁 包括蔡英文 包括高嘉瑜跟賴清德 我們都讓他們落選 這樣子才對 我給大家看 這是國民黨 為什麼講說國民黨 他沒有黑金 沒有性騷 沒有改革 沒有希望 這個是侯友宜 他是國民黨的母雞 他選擇去跟黑金抱在一起 我就不講他了 你看今天民進黨 非常的酸 有一個AV男優叫這個 這個名字你自己看 他說我要加入民進黨 我要去保護賴品羽 然後民進黨說 我們性騷的標準很嚴格 請你去加入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是民進黨在笑國民黨 我們性騷的標準很嚴格 所以你想加入 我們不讓你加入 所以錢秋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不去罵侯友宜 因為聊天室很多人在罵我 罵我的朋友你好 我無所謂 你罵我 我沒有要選總統 我也沒有要選立委 但是錢秋我的結論是 當我對國民黨的母雞 放棄希望的時候 我想請問國民黨的小雞 你也要擁抱黑金嗎 國民黨的小雞 你也要去力挺性騷嗎 黑金跟性騷這個題目 你為什麼讓賴清德得分呢 我們不是應該一致的標準嗎 就是藍綠白各黨 對黑金的痛恶 對性騷擾的這些 這個高標準的要求 不是應該一樣嗎 對 那為什麼賴清德 現在底氣這麼足呢 我覺得民進黨做得不好 我覺得賴清德不應該當選的 可是就像錢秋 我們前一段分析的民調 為什麼這兩個月 觀眾朋友你注意 最近這兩個月 不管哪一個民調 第一名都是賴清德 我不要再討論二三四名 而且越來越高 沒錯 還有破四成的 我沒有再討論二三四名的 第一名都是賴清德的時候 你看他的這些 他講說我在高雄 我立委還要全力打 你也好了 為什麼呢 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個高端東西 請大家不要忘了 請大家不要忘了 民進黨這四年 這八年做的什麼 好不好 民進黨是應該下台的 而不應該當選的 我幫高委員講兩句了 他至少是還是民進黨 願意站出來監督民進黨的 有嗎 有 監督得很認真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支持 台灣要有自己的國產疫苗 不等於我們支持高端 我們對於高端的要求跟監督 還是一樣的 我們打高端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協助我們的生技產業發展 但是如果它的發展 是欺騙我們 或者是說沒有得到 真的國際的認證 那我覺得某種程度 我們是不能接受 那再回到這個剛剛所講的 這個核廢水的議題 我覺得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 現在問題就是IAEA 就是國際原子能總署 確實也派了調查團 裡面包括中國 包括俄羅斯 包括美國 加拿大 韓國等等這些 各個國家11個 會員國的這些人 全部都跑去日本福島 去了解這個核電廠 而且去了五次去調查說 這個到底他所說的這個 穿等等的容許值 到底符不符合安全的標準 那去調查完之後 他們認定說是符合 所以美國是支持的 排放的 後來韓國也支持 現在反應最激烈的倒是中國 所以在這整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是相信科學數據 可是同樣的 我們政府該做的檢測 數據還是要有 包括說這個到底對於 我們的魚類的影響 目前的數據 數值等等 都應該要公開讓民眾安心 因為現在媒體上所說的 科學數據的安全 不代表能夠讓民眾安心 所以就算他們說這個水能喝 我想也沒人敢喝 我們要求他喝給我們看 他也不會喝給我們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說實話 雖然他告訴我們說 核電廠裡面有養鯉魚 用這個水過濾之後養的鯉魚 還活蹦亂跳 然後告訴我們說沒問題 但是說實話 你真的叫我去裡面游泳 我也會怕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政府該做的 就是把數據公開透明檢驗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據科學家所說 這個洋流一年後 可能就最快會到台灣 甚至兩年內等等 會影響到這些漁產 而且這個核廢水持續排放 將近30年的時間 對我們這一代的人員 將我有生之年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至少 那不是毒藥一次就死 或是累積的 至少我應該有活30年 我想不是問題 所以 各位這輩子新聞大爆發的好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右下方 可以看到幾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 對準QR Code 掃描下描之後 您就可以一起 一手掌握提備新聞 跟我們一起發揮監督的力量 更多的新聞討論 馬上回來喔 看懂嗎 far tension futur 反常 按燈 拍攏